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请抱着 请先开讲义557页 上次556页不是有一个故事 阿育王的弟弟 那在阿育王传这边有提到 因为大制度人写的这个不是很详细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 比如说阿育王传或者阿育王金 等等 角注146 韦陀苏 就是阿育王的弟弟 或者叫 苏达达 苏达达 阿育王传他翻译说什么 苏达多 有没有 也蛮接近这个苏达达 苏达达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 为什么会提到说 阿育王帝 因为阿育王的弟弟 只做了七天的言不提王 那过了七天 就要被 被这个筷子兽 沾陀螺 就是要处死 要杀头 为什么 因为阿育王的弟弟 因为阿育王的弟弟 这位叫 我们就照这边翻译 韦陀苏 他本来是信仰外道 他信仰外道就罢了 他还怎么样 这个基贤 就是对佛教的 对佛法有意见 为什么有意见呢 他说 外道都修苦行 那佛教里面 那就不一定 都修苦行 有些人可能选择 偷偷行 那有些人就一般 就住在 道场 寺院里面 就一般这样子来修行 所以 他就 觉得 外道修苦行 好像 好像比较对 佛教没有修苦行 好像比较差一点 那 阿育王呢 就跟他的弟弟讲说 你的观念可能 有点不太对 你对佛法生三宝应该要有信心 要有这个信仰 那有一次 那有一次 阿育王呢 跟他的弟弟出去打猎嘛 那半路当中就看到一个婆罗门 五热至深 就是 他身体周围就是在烤火啦 四周嘛 加上上面有太阳 这样子烤 烤身体 那他的弟弟就觉得 哇 这样子修苦行 非常 非常伟大 那 就到他的 这位婆罗门的旁边 去跟他 谈话嘛 他就问这个婆罗门说 你这个苦行 已经 有多久了 他说 我已经苦行十二年了 那你 这十二年当中 到底吃些什么 他说 就吃一些 一些 树根啊 或者是 一些简单的水果 那你穿什么呢 他说 他穿 炒作的衣服 反正可能就是 可以 遮蔽身体 就可以了 那你打坐的时候 那你底下是垫什么呢 他说垫这个草 一般 撿到的草 就可以 把它铺在 地上 就可以 打坐 然后 最后一个问题 就说 你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感到 心里面最苦的是什么 最 最让你觉得 最难受的是什么 他就说 他看到这些 虫子 狼 动物 就是有 交合的时候 他的欲望也会起来 他觉得这样子 也蛮苦的 然后 阿育王的弟弟 这个书大多 或者叫 委托书 他就说 你这样子 修苦行 你吃也吃不好 然后穿也穿不好 那 还会生起这个贪欲心 那么那些佛教的出教人 穿的也 有的还不错 有的 收到国王信众的供养 也吃的还不错 然后 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呢 那么 我的 哥哥 阿育王 他 只是被这些 佛教的出教人 欺骗的 他怎么 这么想 那阿育王知道他弟弟的观念 是有些问题 他就跟他的一位大臣讲说 你想想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的弟弟 能够对佛教有信心 那 这位大臣 他就说 我再想一下 然后 我会想个方式 让 让你的弟弟知道 佛教 他到底是在 为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这些出家人 为什么值得去 供敬 供养 然后 有一次 这个阿育王就 要去洗澡嘛 就把他的这些衣服 脱掉 就放在 这个浴室外面 然后 这个大臣 就跟他的 阿育王的弟弟讲说 这个 阿育王如果死了之后 你就是 就轮到你当国王了 那现在有这些 国王的 这个皇冠啊 衣服 在那边 你就把他 穿戴起来看看嘛 他的宝座 现在也 他的王位 他的王座 国王的宝座 他现在也没有在做啊 你坐着看 去体验一下 然后 这个阿育王 这个阿育王就 洗完澡 看到他的弟弟 坐在他的位置上 就跟他讲说 我都还没死 你就想要称王 那 你 你这个犯了死罪 然后 就拍了一个 筷子手 一把 提着 就是一只手 提着一把剑 另外一只手拿着一个零 那 国王就跟他讲 这个就交给你 七天之后 你就把他 把他 治罪了 把他砍头 那个大神就说 就替他求情嘛 他说 你弟弟应该 自己的亲弟弟 应该让他 懺悔 应该让他 改过就可以了 然后国王说 好 听你的话 让他在这个 七天当中 可以懺悔 七天之后 他还是一样 要把他杀掉 那在这七天之后 就可以让他享受 他要怎么享受都可以 所以 可以 可以听好听的音乐啦 吃好吃的啦 等等 但是在这七天当中 有没有 这个筷子手 就拿着零 在那旁边咬 过了一天就跟他提醒一次 过了一天就跟他提醒一次 那七天到了 那 那准备 准备要杀头了嘛 但是 在杀头之前呢 就把他的弟弟 带到 阿育王的前面 那个阿育王 就问他的弟弟说 你在七天当中 有没有感到很快乐呢 然后他的弟弟就回答说 我眼睛没有看到 好看的东西 好看的这些人啊 或者是 东西 耳朵呢 也没有听到好听的声音 那鼻子呢 那好吃的东西我也闻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 特别好吃 舌头也是一样 虽然 可以吃好吃的 但是 他也觉得 也没什么味道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 想到七天之后 就要死了 所以 那有什么好快乐的呢 那些快乐的 一下子就过去了 七天之后就要死了 那就苦了 苦就来了 所以 这个阿育王 他对佛法也有一些了解嘛 他就跟他弟弟这么讲 你知道你七天之后要死 所以给你再多的快乐 你也不会觉得快乐 何况那些佛教的这些出家人 修行人 他们 对于生好病死苦 他们是非常的 就是很如实的去观 观无常 观苦 无死 不在这个 观这个无常 苦空无我 所以 他虽然 就是一般的吃 一般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 他的心都在道上 他 心心恋恋 所以 都要求解脱 这个生好病死苦 这样子 所以 有没有 沙门之志 出家 这些佛教的修行人 他的志向在什么 就是要解脱 所以他们对种种热事 都不会去染灼 譬如 莲花不灼于水 厌患生死 被 弃背世间 亦复如是 所以 就 好好用功修行 就有机会得解脱了 所以 阿育王 阿育王就用种种的方便 教他的弟弟 那后来他弟弟也说 确实是这样子 我应该归于佛教 归于三宝 后来他的弟弟也出家 好像也振得阿若汉了 不过因为 过去的 业力因缘 也是 好像也是被 被人所杀了 这样子 所以 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会比较清楚 不然他突然 突然跑出来说 为什么 蘸陀佬佬 日日正灵 高声畅言 你前面不知道 你后面就突然插进来 就会觉得怪怪的 好 我们看557页 瓜五七 四五亮星 四五亮星 不让舍无量心的功德 阿拉伯数字二 那559页 阿拉伯数字三 有没有 他的果报极处 就是 最高可以到 什么样的 一个好的果报 好 那最后是 五百六十页 敬礼之说 阿拉伯数字的事 四五亮星 非但缘欲戒 还有通 等于是通三戒 这样子 好 我们先看 557页这边 佛说入是持三昧 就是持无量心三昧 现在就可以得到五种功德 第一个是入火不烧 火可以把它圈起来 第二个中毒不死 那个毒可以把它圈起来 第三个冰认不伤 那个冰可以圈起来 然后第四个中不恨死 有没有 那个恨死可以把它圈起来 就是碰到 我们一般都是 很害怕这个被火烧 或者是被水淹 或者吃到有毒的东西 或者有这个被人家 或者碰到这个战争 等等 或者恨死 恨死就很多种 有的是车祸 有的半路撞到电线杆 还是被车子 被 有的被脚落车也会撞死 有的 那个速度如果够快的话 都有可能 被被撞死 那第五个 善神永护 有没有 但是我们如果看角柱 一五一 你就要对照一下了 有没有 增压案经卷四十七 若有众生 修行慈心卸托 广布及与人眼说 当获此十一果报 有没有 上面只有讲五种 这边就有举出十一种 所以在这个十一种当中 刮五六有没有毒 那个不毒 那个毒你以为把它圈起来 有没有 七到九 就是冰 水火 它把它看作一组 那武功德子提到冰跟火 有没有 所以冰跟火你就把它圈起来 就是它一样的你就可以把它圈起来 然后盗贼中不亲王 这个可以 这看作中不恨死 有没有 有点 比较接近 那其他的 卧安 决安 不见恶梦 天护仁爱 身坏命中 身犯天上 那可以 就是一二三四五 这个可以看作一组 就是前面讲的 善神永护 可以这样子对 那最后 可以身犯天 那又是一组 就是将来的果报 现在的果报 就是前面十个 那将来的果报 生到梵天上 又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功德 这样子 所以 以利益 无量众生 故 得失无量福德 有没有 你能够利益 越多的众生 你得到的福德 福报越大 那利益 那利益 无量众生 就可以得到 无量福德 所以 你可以把那个众生 前面的无量 全起来 福德前面 那个无量 也把它全起来 这样子才相应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要 大声要劝我们 广结善缘 你跟众生 结的善缘越多 你跟 越多的众生 结善缘 那得到的福报 是越大 越多 那是相对的 好 558页 报生色戒 有没有 就是命中之后 可以 可以到色戒 一般是梵天 那你说 色戒以上 不是要修定 但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定 有没有 事无量心 就是事无量定 乙是有肉 无量心 有肉的 这事无量心 还算有肉 原众生故 报生清净处 有没有 就是色戒 报生色戒 这个也是梵天 这个也是梵天 其实可以再往上 问曰 可以故佛说 此无量心 报生梵天上呢 答曰 这边有 ABC 以梵天众生所尊贵 皆闻皆世故 因为印度 这些婆文文教也好 几乎 这些修行人 对梵天都是 特别的尊重 就是以生梵天 为目标 所以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佛教 佛陀为了适应 这个 大众的信仰 就会 提到这个 报生梵天 佛在天主国 天主国常多婆罗门 那么 佛陀门法 所有福德 敬愿生梵天 若众生闻行齿 生梵天 皆多信向行齿吧 大家听到说 居然可以生梵天 那大家就 就很有意愿嘛 很有兴趣嘛 对不对 大家都生梵天 行这个此无量 可以生到梵天 大家都 都愿意来修这个法嘛 以事故随俗说行梵 行齿生梵天 就是随世间 这种一般的信仰 世俗的信仰 这么讲 那你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应该也是看你修行的功力嘛 应该也是看你修行的功力嘛 你如果修行的功力有到梵天 那当然没问题啦 不自断淫愿天皆明为梵 说梵皆色 寒色这个色戒 因为梵是清净的意思嘛 那色戒出产以上的都是算清净的 这个天界嘛 这个天界嘛 以事故断淫愿法 名为梵行 离欲一名梵 这时候你要断还没那么快嘛 起码你先离嘛 先修远离行嘛 先远离这些淫愿 所以不管是离欲 离淫愿或者断淫愿都可以称得上犯行 一个是阴的部分 离欲嘛 果断了淫愿那就 就是算是真正的犯行嘛 若说犯则寒色是禅是无色定 那不只是饭天嘛 饭天只是道出禅 那如果广义的犯 其实就包括了就是 是禅 事无色定 这样子 复制绝观难灭故 不说上帝名 因为绝观就是寻世嘛 你要无选无事 无觉无观的话 一定要到恶禅以上嘛 因为那 无觉无观 那这个不容易做得到嘛 对一般人来说也不容易做得到 所以就不说上帝就是恶禅以上 譬如五戒中 口律一旦说一种不妄语 折色三世 五戒当中不是有不妄语吗 那其实其他的也应该包括在里面啊 不两舌不恶口不其余 有没有 也应该都要做到啊 所以他讲不妄语 其实包括另外三个 好 以下 就是食物量 食物量 食物量的功德 但是他这样子举这个比喻 但是他这样子举这个比喻好像 可能要想一下 这边是说绝观是困难的 那所以他他就只讲到 出禅的犯天嘛 是不是 出禅犯 那但是你讲不妄语 是包括另外三个 是总共有四种 这个要要搭起来 这个 还要想一下 还要想一下 好像 一下子不是很好想 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像不太不太那个 这个不晓得是 是翻译的问题 是怎么样 不过如果是论主这么讲 一定有他的理由啦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智慧 了解吗 论主是何等的 大智慧的菩萨 那我们就 我们虽然一直想不太通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 可以在旁边画一个问号 我们慢慢来参嘛 慢慢来思维一下 为什么论主要取这个比喻 应该有他的道理 应该有他的道理 只是现在好像 还想不出来 好 接着 词有五功德 那悲喜舍 会以不说有功德 有没有 说一则设三事嘛 如上辟喻 说一则就设三事 有没有 就像你讲 讲说不忘语 那其他的也要守啊 你不是说 你不忘语就可以饿口 就可以其语啊 跟口业有关的 我们都要去留意 都要去注意嘛 都要去守 都要亲近嘛 亲近自己的口业嘛 难道就跟你讲不忘语 那你就只有讲 你就说我守不忘语 其他的 其他的都可以吗 也不是这样吧 所以这边就是类似情况 要依此类推啦 若说辞 择以说悲喜舍 这样子啊 他只是举一个啦 其实这个悲喜舍 是相关的啊 他是一组的嘛 有没有像前面三三妹 那三个 空无相无作 或者无愿 也是一组嘛 复制此事真无量 此为如王 鱼山 水虫 就像人民 这个 池在这个 事无量当中 就像国王啊 那其他的 就跟着一起来 就像这些 大臣啊 百姓啊 人民 所以者和 第一点 先以慈心 御令众生得乐 第二点 见有不得乐者 故身悲心 第三点 欲令众生离苦 心得法乐 有没有 故身喜心 那第四点 于三世中 无争无爱 无贪无忧 故身舍心嘛 就是一个次地一个次地来啦 因为大家比较重视乐嘛 所以一开始就与乐 那 那他不一定能够得到乐嘛 他的 他的一个 善根福德因缘 不一定 不一定就能够得到乐啊 我们愿意给他乐 但是他未必 他可能还在苦恼当中嘛 因为他的业障种种啊 所以这时候也要生起悲心 要想办法拔除他的痛苦 那与乐拔苦之外 那 要怎么样 要更进一步的生起这个 喜心啦 就是说 那种众生 都能够得到乐 都能够离开苦 那进一步 能够得到法上的乐 法喜啦 所以 就应该生起 给予众生喜的 词是与乐嘛 那悲是拔苦 那第三个又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与喜啦 有没有 与喜就更 比那个与乐就更进一步了啦 与喜 那第四个又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与舍啦 与舍 其实这个都是跟众生有关的啦 不跟众生有关 就是说我们自己当然要修慈悲稀舍 但是 但是 从相对众生 来说 是不是我们也要教众生 去修慈悲稀舍呢 当他 当他离苦得乐 乃是得到喜悦 法喜之后 他也要修啊 你给众生 给众生 一楼框的 一览的那个鱼 鱼可能也好几条 那总是有吃完的时候 你还不如教众生钓鱼嘛 是不是 你修这个法也要帮 也要教众生修这个法 所以舍 有没有 我们面对众生不要有真 真爱的心 贪忧的心 就是要平等心啊 那相对我们也要教众生修平等心嘛 平等舍嘛 一样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 这边提到法乐 其实是法喜嘛 或者法喜 法乐 法上的喜悦 喜乐 一般不是说 祝福人家法喜充满吗 这个欢喜 欢喜心很重要 那真的能够在佛教当中得到法喜 他应该就不容易改变他的 一下子又信 以后佛教转到基督教 转到天主教 转到一贯道 那佛教 你就可以从佛教当中得到法喜 就好了啊 你 你 你怎么 除非你没有得到法喜 你才会变来变去啦 是不是 你一定会对其他的 你之所以会去亲近其他的 教派 你一定想要得到 想要去 因为你亲近那个教派得到喜悦嘛 一定是这样啊 那你在佛教当中都可以得到法行 那有需要去亲近其他的外教吗 除非你是希望去广学多文 或者去跟他们结缘等等 我这不需要嘛 你就先把佛教先学好 以后 以后有什么样的因缘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愿力在说嘛 是不是这样 那你都没得到法喜 也没有得到一点 有什么功夫 没有得到一个 没有修到一个程度啦 没有修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起码 起码你要有这方面的正见嘛 正知见 光是正知见就可以让你得到法喜了啦 你有正知见 不是你 你绝对很坚定 你对这个法 你对佛法一定很坚定啦 了解吗 那你之所以没有法喜 那可能你要检讨自己啊 你到底方法 你学习的方法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是深圳清淨善知识 聚得的善知识 聚格的 教人家或者是要做人家的善知识 也要有那个资格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碰到 这样子一个比较算得上善知识的呢 还有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精进用功呢 这个都要检讨啊 是不是这样 好 559页 余处亦有战卑等功德 复制词语 以乐与众生 那不就娱乐 正义阿含经也有说到五种功德 那跟前面也是差不多 火 第二个毒 第三个刀 第四个 第四个是不恨死 必无哉恨恨而致命中就不恨死 那还少一个善神拥护 他是用水 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波尔经不是也有讲到这些 入水不淹 入火不烧 那你纵使有毒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有可能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程度真的 你不怕水灾不怕火灾吗 不怕这些有毒的东西吗 应该是说可以某种程度 减少这些恶因缘 因为修这个善法就有善神拥护 自然可以避开一些恶因缘 是不是 那当然今年讲的 当然有他的一个圣言量 这一点我们是要相信 但是 那这个境界我们目前可能多数 多数人是还没有办法这样子 达到这个境界 你要住此定 你有没有按住此定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能说先学习这个观念 有这么一法 我知道这一法有这么多好处 有这么多功德 但是真正修要修进去才算 你真正修进去就是可以兑现这个境界 刀也不能伤 水也不能淹 火也不能烧 毒也不能伤害你 那你要修进去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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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悲心与谋合眼睛 那么处处说其功德 那比如说有一部经叫明王菩萨经就提到 菩萨处众生中行三十二种碑渐渐增广 转成大碑 碑还有这么多种 大碑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的根本 是柏勒伯之母 是柏勒伯之母 诸佛的祖母 柏勒不是佛母吗 弗侠是柏勒 那这个大碑又是柏勒的母 所以这不就是诸佛之祖母 菩萨以大悲心故得波罗波罗蜜 得波罗波罗蜜故得作佛 他就是往前推 我们要学佛要成佛 最重要的就是要波罗波罗蜜 那怎么样得到波罗波罗蜜 最往前推就是要大悲心 你没有大悲心的话 你不会发起菩提心 你不会去积去福慧之良 那就没有办法得到波罗波罗蜜 那就没办法成佛 所以大悲心 菩提心 波罗 这个的智慧都是一样的重要 现在一样的重要 如果照次第来 大悲心更是重要 那这边就强调这个大悲心 如是等种种赞大悲 那么喜无量舍无量心 于处亦有赞 其他经论当中也有称赞 这个喜心舍心的这个部分 慈悲恶事骗大悲心 佛占其功德 因为慈悲心这个比较 可以普遍 可以骗几一切众生 因为与乐拔苦就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众生都需要 都需要慈悲 都需要与乐拔苦 此以功德难有故 悲已能成大业故 像这样子也是要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慈无量功德难有 就是分别来看的话 分别说的时候 就是把慈悲 你说他们也不是一个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比较着重他的一个 功德的殊胜难得 那这个悲呢 能够成就菩萨立他的大业 就有这样子的差别 就是说悲比较跟真上意乐有关 其实这慈悲都一样要真上意乐 那个发菩提心不是有几个步骤吗 是不是 发慈悲心不是有七个步骤 先是 你要知母恩 是不是 知母恩 然后念母恩 然后要报母恩吗 然后慈心悲心 真上意乐 最后才是菩提心的成就吗 是不是 这其中就有一个叫真上意乐 真上意乐的意思就是要去落实啦 你不要讲了 你不要讲了 讲了半天都没有一点行动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掉到水沟里面去 或者掉到那个粪坑里面去 那个妈妈 那个妈妈是很心疼他的小孩 但是他也没办法救啊 那爸爸就不一样 那爸爸恶话不说 我马上跳到粪坑里面拉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啦 你要往那个很 怎么讲那个很 强的那种行动力啦 那个行动力你不能太怯弱啦 你到底要还是不要还是怎么样 你要不要行动嘛 你要行动你就要下定 你要你要拿出你的魄力跟决心 还有你的那种果断 无畏的精神啦 你这样子跳到粪坑里面去那 当然是很臭啊 但是你为了救小孩 他是义无反顾啦 所以这个碑有点就像那个意思啦 就是比那个磁的力量更近一步啦 那磁当然也是也是非常难得 但是悲就更近一步 你想想看拔除众生的苦 那那个要 那个困难度就不一样啦 你娱乐你就有能力就给予众生嘛 没有能力就拉倒 那不一样哦 要拔苦是不一样的哦 那个拔苦的困难度 确实是相对来说啦 那个困难度要高一些啦 所以叫能成大业嘛 所以要成就菩萨的大业 好 比如说这些六度万行 六波荣蜜 十波荣蜜也好 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啦 都不是容易 好 问曰 佛说 事无量功德 慈心好修善修 福吉偏进天 这是第一段嘛 那就是慈无量的部分 再来第二段 悲心好修善修 福吉虚空处 便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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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产天啊 就是说你 持无量修得很好很好 可以升到三产天 最高的也可以到三产天 那你卑五量 可以修得很好很好 可以到空无边处 这一天 那么喜无量心呢 你修得很不错 可以到四五边处天 四五边处天 这边 那舍无量心你修得很好 欸 可以到无所有处天 这样子 云和炎 持果报音声饭天呢 那这个都跟饭天 都比饭天还高很多啊 是不是 你为什么只说 他只是生饭天呢 五百六十页 答曰 诸佛法不可思议 随众生因度者如是说 就是看众生是应激说法嘛 有没有 就是说 有些他到那个程度 你就跟他讲这样 有些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你跟他讲饭天 其实就可以了啦 类似这种 你跟一个幼稚园人 或者小学生好了 你不要一下子叫他念硕士班 博士班嘛 你说你慢慢念 念好的初衷 你把初衷念好 高中念好 在网上念大学 把大学修好 课程修 学分修好 在网上才 才讲到硕士班 博士班 一下子要他念博士 看起来太遥远了 类似这种意思 铺子 铺子从辞定起 回向第三禅容易 从背定起 回向空无边处 比较容易 从喜无量 回向四无边处 从舍无量 从舍无量 回向无所有处 从舍无量 这个都比较容易啦 它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啦 複志 持心 愿令众生 得乐 持果报 知音收乐 就相应 你愿意给众生 乐 那你自己就可以得到乐啊 那三界中什么最乐 当然是三残天最乐啊 遍境天最乐嘛 不是有扫境 无量境 跟遍境吗 三残天 当的最高就是遍境嘛 所以当然是最乐啦 有没有 所以就说伏极 遍境 好 悲心观众生老病 这些残害的苦 那么生起怜悯心 云和令得离苦 就是修行人一定要 要经常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啊 怎么让众生离苦啊 若畏除内苦外苦复来 若畏畏外苦 那内苦复来 你把他内在内心的苦除去 你外在 身体的苦也是会有啊 你把那个色身的苦除掉 那你内心的苦也是会有啊 心者思维 有生必有苦 唯有无生乃得无苦 有没有 你只要有这个色身 五蕴身呢 苦是免不了的啦 所以叫五蕴至胜苦嘛 有没有 虚空能破色 破这个色法 事故伏己虚空处 破这个色法或者色韵嘛 所以最高可以到达这个空无边处 就是虚空无边啊 好 喜心欲以众生 心事乐 心里 这个乐是心里面的乐嘛 那么心事乐者 心得离生 如鸟出龙 诶 这个心 只要能够离开这个色身的话 就像鸟飞出这个笼子一样 就不受限制嘛 虚空处心 虚得这个 就是超越这个色身啊 由细心虚空 你还是有个空嘛 空间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嘛 那么四无边呢 四处无量就四无边 于一切法中 其实就是只有心事啊 一切法就是 直接或者只有心事 适得自在无边 以事故喜 无量的话 福报就是在事无边处 就是有个相应的啦 有个相应的这种境界 可以达到 舍心者 舍众生 的苦乐 苦乐舍故 的真舍法 就是 就是说 不管 与热拔苦 它都有苦 有热 你与热了 那可能还需要其他的热啊 你拔苦 拔掉一个苦 还有其他的苦啊 那苦乐都没完没了啊 所以苦乐都要舍 那真正的能够把苦乐舍掉 就是无所有处啦 这样子 但是这个 这一天呢 这个就 都能够舍 所以 舍无量心 他的福报 可以到无所有出天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是是无量 但众 但圣人所得 非凡夫 就是凡夫 因为凡夫没有破我剑嘛 没办法 达到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只有 出国以上的圣人 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凡夫还是要修 还是可以修嘛 只是说你要到达什么境界 那当然 就看个人的功夫啦 好 我们这档课先到这里 下一档课继续 好 我们继续 所以这个 五百六十页 事物量是圣人所得 非凡夫 嗯 所以这个旁边 或许也可以加一个问号啦 认主为什么要这么讲 应该有他的用意啦 只是现在 就我们的程度 就我个人的程度啦 还不但能够 比较 比较好的去理解他 比较好的去理解他 比较有一个好的理由 就是说你真正要达到四五量 那是很不容易 无量耶 圣人才有办法 凡夫 凡夫只能说尽量 净量啦 你要达到五量 你想想看 这个难度有多高 难的 是不是 凡夫因为你的我执 法执 就把你先 就是会限制很多了啦 所以讲这样 应该也是有他的道理在啦 但是为什么又要 都是从凡夫开始修啊 那我们先了解这个 有这一法 也是很重要的一法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随分随意来修啦 好像基金会好像之前也有出一本 好像是南传一位法师写的十五量星 我记得有这个印象啦 或许我们可以找来看一看那个南传的 因为南传也在修啊 那北传大圣 宗室大圣的话 那应该是更 更需要了解啦 对啊 那就是四门的禁忌了 自残才能真正的 就是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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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你要得到达这样子 那就是四门的禁忌了 自残才能真正的 不是 它就是因跟果 就是说你到底是先 达到初禅 再修世无量 还是修世无量再达到初禅 依照前面的意思好像说 你修世无量 有没有 就可以达到初禅犯天嘛 是不是 有没有前面前面讲的啊 报生 就是说你在凡夫当中 先不要讲圣者啦 因为在三界当中 你修世无量的话 就可以生到半天 但是你到了初禅之后 一样可以再修啦 一样可以修世无量心 或者乃至你到出国以上的圣人 都需要修世无量心啦 都可以修这一法 这样子 这个可以慢慢去思考一下 应该 论主不是随便说说啦 一定会有他 他的理由在那边 他的道理在那边 好 五百六十一页 这边 有没有 敬礼之说 这个是导师的笔记啦 导师觉得 这一段整理出来就是 四五量心这个法 这一法 他的一个重点 他的重点就在这边 护字 佛之 未来是诸众生 诸弟子 顿根故 分别着诸法 错说四五量相 就是误解啦 对四五量定有所误解 怎么误解呢 他们会认为四五量心 众生缘故 但是有肉 只能够圆域界的 只能圆域界的众生嘛 无色 在无色界当中 没办法圆 无色界就没有色嘛 你是圆什么呢 你是圆什么样的众生 是不是 会议故 无色界不圆 欲界故 未断如是人 望见故 说四五量心 那也可以圆 无色界啦 那个 无色界中 前面加一个 亦可圆啊 就是说四五量心 你三界都可以圆的意思啦 论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只是圆域界可以色界 乃至到无色界 都可以圆 都是我们圆的对象啊 没有扩大到无色界 你还叫什么无量呢 是不是 无量就是一直扩大一直扩大 从欲界扩大到色界 一直扩大到无色界 但是 起码要过到 那就是我们 三界最 最极限的嘛 佛以事物量心 普圆 十方众生故 有没有 易因缘 无色界中 把它关掉 忘了把它关掉 好 抱歉 如吴敬毅菩萨问 这部经 吴敬毅菩萨所问经嘛 吴敬毅菩萨 吴有三种 众生圆 齿 法圆齿 然后无圆齿 这样子 有没有 前面都有提过吗 众生圆齿就圆众生 还有众生相 法圆齿就圆法 还有法相 还有法 还有法 还有法职嘛 无圆齿那当然就是 要破我法二职嘛 论者言众生圆是有肉 无圆是无肉 那么 就是众生圆齿那当然 是有肉嘛 无圆齿是无肉 就破我职了嘛 跟法职 那么法圆齿 或有肉或无肉 就是 如果圣者就是无肉嘛 那 非圣者或者学无学 那可能还是有肉 这样子 可以这么看啊 但是如果 对照一下前面的 那个 前面不是有提到 那个三种词 五百五十一页 好像跟五百五十一页 又有些不太一样 你看五百五十一页 下面绞住一二二 三种词 是对应什么样的 的那个结位 众生圆 圆齿当然凡夫没问题嘛 还有 学人 就是很没有漏进的 还是有肉的 有肉的学人啊 就是 就是 等于是出果 出果相到四果相嘛 那么法圆齿呢 是声闻辟之佛肉进的 就是肉进的声闻 那就四果味嘛 乃至辟之佛 那如果是 以四处来看佛也算啦 那无原始只有佛 那无原始只有佛 好像跟这边又有点 你如果是对照无精益菩萨问经的话 法原始他说或有肉或无肉的话 但是你对照前面又变成 前面五百五十一页这边都是无肉啊 是不是 肉进就无肉吧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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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五十二页 有没有 那个表就是从这个 这个文字整理出来的啊 有没有 我们看五百五十二页上面 法原者 诸肉进阿罗汉辟之佛还有佛吗 其实也包括无神法人以上的菩萨 如果以大圣来看的话就是 因为阿罗汉辟之佛对应的不就是 七地或八地的菩萨 无神法人以上的菩萨吗 那无原始 但诸佛有 五百六十一页 所以 应该论主龙树菩萨应该都有他的依据啦 他不会矛盾啦 只是说有些 有些 有些 讲的比较 可能 怎么讲 有些可能 范围啦 他讲的范围可能稍微大一点 或者是 不太一样 有些就是严格一点嘛 他前面法原不是都是有肉 无肉 这边就加上一个或有肉或无肉 有没有 五百六十一页啊 这边法原指就或有肉或无肉 可能就是稍微宽松一点 那标准可能宽松一点 如是种种略缩 四无量心 那四无量心就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接着 就是这八种定法的第四个 第四种 前面不是讲了 三三妹 还有四禅 四无量吗 讲了三个嘛 接着就是四无设定 四无设定者 哪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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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够一种 再来 深得 就是报德 它的果报所得到的 可能是下一生的果报 就可以得到 然后第三种呢 修行而得 叫做行得 其实这个修得跟深得 应该也是有关系 好 有够 是什么呢 你看 无设中设三十一节 即此结始终起心相应心 那哪三十一节 这边 这边角柱一六九 就帮我们整理出来 据舍论 见十九 就提到嘛 无设界有三十一种 随眠 随眠就烦恼嘛 你看见货有 有二十八种 修货有三种 加起来就是三十一种 其实这个可以参考 第一册讲义的 210页 你稍微做一下笔记 测一 page210 就是卷七的时候 210页那边有一个表 就是七十跟九十八节的那个表 这样讲可能 不太有印象 在讲义 你们有没有讲义的档案 那个都可以 可以下载啊 200 210页 有一个表 有一个表 205 210页 210页 这个表 有没有 七十就是也是七种烦恼 十也是烦恼嘛 跟九十八种烦恼 九十八节 有没有 这个是 它是一个补充说明啊 那七十先把它列出来 就是欲界的贪 还有上二戒的贪 叫有贪 有没有 就是上二戒的啊 然后贪讲完之后就称 贪 吃的话就是五名嘛 慢 移 一 那中间是 这边贪的话又分五个 身贱 边贱 斜贱 剑取贱 借进取贱 这样记得起来吧 身边斜 贱 借 就这五种贱啊 那它配这个欲界色界 无色界 然后欲界再分 贱手段跟修手段 结果见手段就见货啦 修手段就失货嘛 那色界 无色界也一样分 见手段跟修手段 那么 见手段又分苦极灭道 那修手段 它这边就没有分啦 它这边就没有分了 所以这样子统计下来 总共 九 三界当中 加总起来就有九十八种 那么 再分欲界色界 无色界呢 欲界的话就有 三十六种 那色界跟无色界各三十一种 所以三十六加六十二 就是九十八嘛 这样子 这是烦恼的一种整理啦 那另外五百六十一的最后一行 几尺解始终起相应心 现在说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 不是又不是又随烦恼 大随 中随 小随吗 那些都算是相应 跟跟跟这些有相应相关的 相应的那些心所 相应 心法 是不是 那展开就就很多 很多嘛 好 五百六十二耶 生得 行事事无色定 那么 因缘 夜报因缘故 这是因 生无色界 这是果 你有修事无色界定 那你就有可能生在 是无色界 是无色界天 这样子 得不隐末 无济 信得 世韵嘛 就是 因为无色界就没有设 设法 那个设韵 就剩下 受想行事 这世韵 这个无济的世众 那么什么叫不隐末 就是无腹啦 就是不会 不会复复复是吧 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叫 无腹 为什么叫无腹 叫不隐末 隐末 隐末是叫有腹嘛 是不是 奇怪 有腹 无腹 没关系 譬如说 八四规矩 说我们不是八四是无腹嘛 有没有 无腹 不是 你不是会背 奇之节不是会背 八四规矩是什么 忘记 那像七 第七 莫拉四是有腹嘛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第八阿赖四是无腹无忌 第七 第七摩拉四是有腹无忌 因为它有四根本禍嘛 是不是 那个可以 可以把八四规矩送找出来 就是说 就是说 第八阿赖四 就是那八四有它相应的心所 这样了解吗 比如说 第八阿赖四相应的有哪些 那就是 五片形嘛 是不是 那么第七摩拉四 它除了五片形 还有根本禍啊 那个是根本禍嘛 见爱慢无名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 完全没有印象 那么第六或者 第六意识也有它相应的心所 就是全部嘛 第六意识是全部 五十一个心所都有 那么 前五四 它好像只有相应的 就是三十四个心所 这样子 就是它有它相应的心所 那么这边是说 无腹无忌 它这个是善恶无忌嘛 就是三性的一种 但是属于无腹无忌的 这样子的 一个 果报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它生到无色界 所得到的 它不是五蕴生 它是四蕴生啊 它得到的一个果报体 就是四重 四蕴 那这样子的果报体 是什么样的性质 它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就叫无腹无忌 了解吗 它用无腹无忌 来形容这个 这个果报体 它也不是善性 也不是恶性 它是无忌性 那无忌性又分有腹跟无腹 无腹就是不会污染的 有腹就是会有污染的 这样子 它属于无忌里面的无腹无忌 这样子 行德就是修行 或者叫修德 行德是什么 我们观世色 色运马 色法 出恶 重苦 老病 杀害等 种种苦恼 因缘 如重病 如拥穿 如毒刺 皆是虚狂妄语 应当除缺 不是四位影 第一个 过一切色相 第二个 灭一切有对象 第三个 不念一切相 要稍微标一下 用一二三 你能够 做到这三点 就可以入 空无边处 就等于是 事无设定的 第一层 第一层叫空无边处 无边虚空处定 云和灭三种相 就前面提到的色 的相 还有有对的相 还有意 意相 这三种 四三种相 皆从因缘和合身 故无自信 无自信故 四三种虚狂无实 意可得灭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因为这三种相 就是色相 对相 或有对相 或者意相 都不离开因缘 既然是因缘 就是无自信 那无自信 就是虚狂不实 那虚狂不实 有什么不能离 不能灭的呢 这样子 好 复制 是色分别 分分破闪 后皆无 以事故 若后无 今亦无 就是说这个色法 你可以一直分析 一直分析 到最后都没了 但这个叫分破空 那既然最后都没有了 那现在也是一样子没有 现在也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像 众生颠倒固 于合合射中 取一像一像 心灼色相 那么 不应该 随着愚痴人来 来学 应当求真实 实事就真实 那么真实当中 就没有一像跟异像的分别 有没有 他的科判不是讲吗 以分破空灭色相 买之一像异像 有没有 他就一种 一种 方式 用分破空的方式 来 来灭掉对于 色相的执着 很有异像跟异像的分别 这样子 你到最后都 都空 都都散的吗 那你还有什么异像跟异像的分别呢 还有什么色相呢 可以去执着的呢 西 舍裂法 未得更上利 顾灭三项 有没有 复制行者做圣炼 我若除雀离诸法 得利为生 所以应该怎么做 先舍财务 妻子出家 所以你在那个财务 妻子的上面 写个欲戒 因为这个都是欲戒才有的 得清净 慈戒心安稳 不不不畏 这个财务妻子就是 最容易执着 其实有些 他会执着 他的民生地位嘛 等等的 就是说财务妻子是欲戒的一切啦 只要你会执着你都要舍啦 那你进一步才能够修戒定会嘛 那接着 离欲 惡不善法 那就入出禅嘛 就离神喜乐 得出禅 第二步就要进入二禅 离觉观内清净 那得二禅的喜乐 这个叫定生喜乐 那么要进入三禅嘛 第三禅 那就要离喜 那于朱乐中最低 所以这个叫离喜妙乐 有没有 是不是要离喜 那二禅是不是要 要得到二禅定 这个叫定生喜乐嘛 你要达到那个标准啊 定的标准嘛 好 要进入四禅 要进入四禅 舍 连那个妙乐也要舍 得念 舍清净 的第四禅 这个叫舍念清净嘛 你要有那个出禅到四禅那个禅之功德 你才能有办法达到出禅跟四禅嘛 金舍这四禅 应更得妙定 妙定当然就是四禅以上的就是四空定嘛 所以你要妙定底下可以写一个 事无色定 或者四空定 以事故 过世一切色相 灭一切有对相 对就对爱嘛 然后不念一切异相 这样子 这样子你才 才有办法提升到四空定 就是说色相 对相 意相 都是色界有的啦 色界才有色相啊 色界有像嘛 那对相也是色界还是有对爱 那异相 也是色界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都要超约嘛 好接着解释这三种相 什么是色相 有对相 异相 佛说三种色 有没有 有的色法是 可见有对的 比如说 眼所对的那个色啦 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这个 这个麦克风 它是不是可见 可以看得到啊 但是它是有对爱 它只要占据这个位置 它其他的就不行 它只能这个位置 就只能有这个东西 它有的色法呢 不可见有对 比如说 五进色根 还有 生 生的进 香的进 味的进 醋的进 醋的进 或者是生成 一直到醋成啊 有没有 是不是不可见 那个 这顶 我们也用肉眼看不到啊 是不是 眼耳鼻舌生 那个五进色根 是不可见的啊 而且是有对爱的吗 有没有声音的声音你看得到吗 那个香 那个味 那个处你看得到吗 也看不到啊 但是它是有对的 那有些设法是不可见 而且是无对 无对爱 那就无表设嘛 是不是 设法当中无表设了 所以过设向者就是指要超越那个可见有对的设 563页 灭有对象就是要 那个针对不可见有对的设法 那九种嘛 是不是 那个角处174那个标 那个列出来的那几项嘛 不念意象 那不可见无对叫做意象 就无表设啦 无表设 无表设 它是由表叶来的嘛 它有表叶不就意 有各式各样的无表 有表叶就有各式各样的无表设 有没有 你的生表与表是不是都不一样 你这一秒跟下一秒 前后就是会不一样嘛 那个生业口业不一样啊 有的是善的生表与表 那就是善的无表设 有的是恶的生表与表 那就恶的无表设 那就是意象啊 这样子的意思啦 他就是把那个设法 那十一种设法 来整理相对于这三种项啦 这样了解喔 他就是一种归类啦 他用这三种来含瓜 那十一种设法嘛 有没有 可见有对就一种 不可见有对就九种嘛 是不是 那另外一种就不可见无对的无表设嘛 好 第二说 复视眼镜色 坏 好 真就过色相 那耳闻生 鼻袖相 舌肠胃 好 身就是会有那个触嘛 身对这个触 触成嘛 你能够去超越 坏的意思不是说故意把它破坏 就是能够超越的意思啦 或者你能够不执着啦 也叫做过色相 过有对相 有没有 那第三个 于二种于色及无教色 就无表色啦 你能够不执着 种种分别顾 名义项嘛 二种于色 二种于色是 那两种 就是五根啊 就是五根啊 五根 跟五表色啦 二种 五根是不是一种 五表色又是另外一种啊 所以你在那个 明义项的那个右边 写一个 瓜乎起来 五根 五表色 有没有 他已经扣掉了 剩下的啊 眼见色 耳闻生 那个色 眼所见的那个色是要过色相啊 耳所闻的生 鼻所绣的香 所以第二种是生 香 胃 醋 那是不是四种 那剩下的就是五根嘛 跟五表色嘛 因为生 香 胃 醋 那是有对 可是如果照前面的分类是 是五根 跟那个一起嘛 是不是 五根 五根 跟那个四成嘛 是不是这样 才是有对的啊 这个异象 异象这边 二种于色 五角色 二种于色 哪里 哦 对对对 对啦 前面它是一种说法 它就不一定要跟前面一样了 有没有 他这样子分类就是把 那个眼所见的色 是叫过色相 那么耳所闻的生 还有鼻所绣的香 还有一直到身所处的那个促成 能够超越 叫过有对象 那另外 那就另外的嘛 就是五根 五根 五镜色跟还有五表色 叫做异象 有对象ци 五根 五色观 squishy 然后 OK 措 tight 到四空定的第一层天空無邊處天 德三無色因緣方便如斬波幣中說 這個斬波幣當中就在前面 卷十七這邊我們前面都有提過 接著講四無色定的法門分別 都跟阿彼達摩這些就很有關係了 先是有肉還是無肉 那麼四無色第一種 有一種就是最上層的飛翔飛翔觸天是有肉的 那麼前三當分別 三就前面叫一個前 好那這三個先講空無邊 虛空處或有肉或無肉 有肉就是有肉的四孕 然後無肉當然是無肉的四孕 那四無邊處無所有處也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這三種都是有肉或無肉 因為它都是七一錠裡面的 它都是在七一錠裡面當中嘛 所以都可以依著這個來正的無肉 但是非想非想觸定它就不在七一錠裡面 所以它就只有無肉嘛 只有有肉啦 這樣了解喔 就是說空無邊處 四無邊處無所有處 它都有可能無肉 有可能有機會無肉啦 所以它就留兩個嘛 要嘛有肉要嘛無肉這樣子 它最上層那就沒有希望了 它就沒有辦法依著非想非想觸定 來達到無肉啊 所以它就是有肉 它就是這樣子分析啦 好 有為無為到底是有為還是無為 那麼事無設定都是有為 它只是針對針對這件事 針對四無設定四無設天這件事 因為還不是一涅槃嘛 因為非涅槃還在三界內 當然就是有為啊 除非你正的無肉 好 那正的無為法 那才是這樣無為 好 到底是有抱還是無抱 到底是有義熟抱還是沒有義熟抱啊 善有肉的空無邊處是有義熟抱嗎 是不是 那無際呢 還有無露的空無邊處就是無義熟抱 那四無邊還有無所處也是同樣的情況 你只要是有肉一定是有義熟抱啊 那無露乃之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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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講好像應該是只有無露喔 他這個無忌假設是有肉的無忌 那應該也是有抱嘛 那為什麼把它歸在無抱 有點奇怪喔 善惡無忌有沒有 要嘛是善性 要嘛是惡性 惡 要嘛是善 要嘛是惡 要嘛非善非惡 你說非善非惡居然無抱 但是非善非惡如果是在有肉當中 他應該就有抱才對啊 他怎麼把他歸在無抱 這個有時候也 可能要再查一下資料 有了 有了 無父無忌 他這邊是深德啊 深到無色借天 他 他就是深德的嘛 他就是抱德 他就是算義熟抱啊 他下一生生到無色借就義熟抱啊 他前面 前後好像有點矛盾 有沒有 你看森德那邊 德無負無忌 他這邊也出現一個無忌 那他這邊是報德的 深德就是報德的 在這邊居然是無報 這個可能要再想一下 可以在旁邊打一個問號 或者在無忌的上面打一個問號 這個阿比達摩要很熟才有辦法解釋 阿比達摩那個論詩 那些論詩他是很縝密的 他不會隨便跟你歸類的 他這樣子歸類應該有他的理由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學到那邊 所以就只能先接受這種講法 應該是有他的理由才對 他不會隨便去編 這些論詩都是很精細的 很仔細的 我們看五百六十四頁 善的非有想非無想處是有報 你看這邊又出現一個無忌 有沒有 你看這邊又出現一個無忌 有沒有 無忌的非想非想處是無報 照理說義俗報應該是跟有有肉無肉有關 那這邊怎麼變成跟這個無忌有關 但是這個都有論點的依據啦 有沒有 它是依據品類族論 有沒有 你看角處一八四 那個最後 雲何有義俗 有沒有 善的非想非想處 無義俗呢 這無忌的非想非想處 這個論就是這麼寫的啊 但是為什麼這樣那論詩要解釋嗎 在我們的認知好像 雖然你是 是非善非惡 但是 你假設沒有斷煩惱 那是不是還是有藝術 是不是這樣比較合理 不過論點這麼寫應該有它的理由啦 這個可能要把這個疑問帶這樣 好 接著可修或非可修 可修就應該修啦 非可修就是 但是 你就不必修了嘛 善的無色定是可修就是因修 無忌的 是無色定就非可修 有沒有 然後這邊又分善 善性跟無忌性 那無忌你說非善非惡 那不應修 那是要應修善是沒錯啊 但是 你如果沒有達到無肉 無尾的話 那就有可能就是無忌還是會出現嘛 有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無忌都會出現 所以維世那個系統 它就是 它的源頭是有進步嘛 特別是進步 它就是把這些再重新整理啦 整理出它的系統 有沒有 那個第八四 第八阿賴也是 它不是說無負無忌 還有五片型嘛 那是不是包括無負無忌在裡面 那你還有第八一 第八阿賴也是那 那怎麼有可能 沒有一手抱呢 除非你第八一是轉為 轉為大圓進次嘛 那季七莫那四也是有有負無忌啊 都是有無忌啊 你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都可以再 再找一下資料 或者問一下那個比較精通 精通這個阿比達摩的 這些法師啦 我是有認識這個法師啦 但是我還沒有把這個問題跟他請教 或許他應該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啦 他有去印度留學喔 他也有去緬甸禪修啊 然後他的專長也是阿比達摩跟禪修 對按法巴士 對按法巴士 所以這個對他來說應該 他應該有辦法解答啦 但是對我們來講 目前就還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以大聖為式學的話 這個可能就不太一樣 觀點不太一樣 好 有夠還是無夠 夠是染污嗎 隱墨就是有負嘛 有負是 是會障礙聖道 所以是有夠 那麼不隱墨 無負 無負無忌嘛 就無夠 這應該可以啦 這個沒問題啦 有負就有染污嘛 會負障礙聖道嘛 那無負無忌當然就不 沒有染污就不會 不會障礙聖道 所以無夠 品類除論是幾染污嘛 染污就是夠的意思嘛 好 有還是非有 那非想非想出 天那是有啊 那另外這三 底下的那三層天 就是四空定的那 四空天的那 前三天 那就分嘛 有漏的當然是有 無漏的就非有 這樣了解嗎 因為前三天 它還在七一定裡面 就有可能是無漏 那無漏的當然是非有 就沒有那個生命的潛在啦 有就是生命存在嘛 生命存在的那種潛 潛力嘛 潛在的力量 叫做有 愛取有那個有 有沒有 恨與有漏當然就有可能 下一步就有 有下一步的生老死這些 好 是相應呢 還是非相應應 事物設定 色 心 心所法 那你 因為事物設定 跟心 心所法有關嘛 那就相應應 那 心不相應諸行 那就非相應應 這應該容易了解嘛 就是說 在事物設定當中 如果有出現 心心所法的時候啦 那就是相應應啦 那如果是出現的是 心不相應 那當然就非相應應嘛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相應的就是 就是 跟心 心 心網心所有關就相應啦 他出開那個 之外的就不相應 然後 心不相應那些諸心嘛 其實 心不相應諸行 是不是應該還要包括 包括那個色法 因為事物設定 已經沒有色法了 那只有心 心 心 就心網心鎖 還有心不相應 這樣也是對的 好 那麼 底下就談到 善 不善無忌 跟事物設定之間的關係 這個我們下一堂課再繼續 先休息一下 好 繼續 五百六十四頁這邊 事物設定與 這三性的 的關係 相設 先是善嘛 先是善嘛 再講不善 然後再講無忌 那麼善跟 事物設 它的組合啦 第一種情況就是 善 然後非事物設 善 然後第二種情況就是 事物設 然後非善 然後第三種情況 這兩種都有 善也有 事物設 也有 然後第四種情況 兩種都是非 非善 非事物設 它就這樣子分析啦 光是只有善 而不是事物設的話 就是 有沒有 它是一切善的 這個色運嘛 有沒有 它是把那個事物設排除掉 有沒有 那只有跟善 善有關的啦 還有 事無設 不設是重 有沒有 還有自圓境 自圓境就是 折滅無為 事無設 不設是重 本來是事無設 只有事 事重 事運嘛 那這邊 他說 因為 非嘛 有沒有 你是不是有一個非事無設 它就不設 本來是事無設是 事而事重嘛 是不是 它非它就不 它非它就不 那另外 除了不設事重之外 還不設這個自圓境啦 就是涅槃折滅無為啦 這樣了解嗎 就是這兩種都不設啦 另外就是 只有事無設 但是它 還是非善的 那就是 無際的事無設 無際的事無設啦 非善就是無際嘛 非善就是無際嘛 為事 為事不是有那個種子嗎 有善的種子 有惡的種子 有無際的種子 有無際的種子 善的種子 那生起善的現形 惡的種子 生起惡的現形 無際的種子 生起無際的現形嘛 那它這邊 非善 它這邊只有對無際啦 這個就是阿比善摩 它的一個解說的方式啦 那另外兩種都有 也是善 那也是事無設 那就善 事無設 善的事無設 這樣子 那兩種都非 它非善 那就是不善 還有無際 但是它的不善 它是五運 無際的話是色運 有沒有 它這邊又分開嘛 一切不善的五運 還有無際的色運 還有事無際 不色 無際的色運 還有虛空無為 非善滅無為 這邊好像不太好動 就是說 它就是把那個 所謂 事無設的情況 把它排除 排除 就是去掉那個 就是去掉那個 四無設啦 應該去 就是意 就是非善非無設 的話的話 它是不是跟前面三種 都不一樣 它就把前面三種排除之外 剩下的這些 但是為什麼是 無際的色運 不是無際的五運 它就又把它分開 這個有點難懂 就是很多 可能要對阿比達摩 要比較精通的話 才有辦法解釋 目前我們也不太有能力 解釋得很清楚 很透徹 接著不善法中 就不相色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善 它跟四無設定 它不會相色 它不會互相含色 就是跟它無關 跟它無關就不會相色 那無際 有分四種情況 也是分四種情況 有沒有 有的是無際 要非四無設 有的是四無設 非無際 有的是這兩種都有 有的是兩種都非 所以 就是可以跟善 對應 它應該跟善 有點相關 你這樣一比對 好像差不多 有點差不多的情況 只是說這邊是用無際 來取代前面的善 這樣子 然後可以比對一下 好 那接著講到事物設定 與肉 肉還是非肉 到底是有肉還是非有肉 也是分四種情況 我們就先跳過去好了 不過它這邊 死的話 它又分有肉跟無肉 所以這兩個又不太一樣 就是說肉是一種情況 那麼有肉無肉 又是另外的 這個肉 這個肉 肉應該是有肉 那怎麼又再分有肉跟無肉 這個有點複雜 有點難解 好 我們看566頁 事物設定跟三種段 這是見所斷 這是見所斷 修所斷跟不斷 有沒有 敷肉就是不斷的 那還沒有到達無肉之前都要斷 都要斷煩惱 好嗎 有的是見地或見到所斷 那有的是思維斷 有沒有 那這邊是分虛空處跟四處 無所有處 非想非想非想處 非想非想處 非想非想處也可以見所斷或修所斷 但是這邊就沒有不斷有沒有 它只能斷 但不是不能斷 但是它就不能 這樣 就是說它可以斷 但是它沒有辦法斷的徹底 它能夠斷的徹底 能夠到達無肉就只有前面的那三層 那三種定 空無邊處 事物邊處跟無所有處 有沒有 這樣 這樣子 那詳細的大家再對一下看看 斷就是不斷就是不需要斷 因為已經是五肉的 就不虛斷 所以你那個不斷 這兩個字的中間加一個虛 不虛 這樣就會更清楚 因為不需要 因為已經是五肉的 就已經斷乾 斷的乾淨了 已經完全清淨的 斷淨煩惱了 那當然就不需要斷了 就是這樣 那非想非想處 那就是 你縱使到這一天 這一定的話 還是不可能完全斷淨煩惱 還是可以斷 但是不可能斷淨 所以這邊只有兩種 見地斷跟思維斷 好 接著十二 心心術法跟心相應的分別 有沒有 四五射中射 心不相應諸行 那跟心不相應當然就是非心王 非心所嘛 就非相應嘛 這沒問題嘛 那麼 受重想重 就受孕想運嘛 那就跟行運有 此相應行運 那都是心所法嘛 所以受孕也叫受心所 有沒有 想運就想心所嘛 那行運行心所 那就很多嘛 都是屬於心所法 那麼心所法一定跟心 就心王相應啦 好 五六七頁 心意識 那單獨就只有心 就心王的意思嘛 就是只有心王 所以那個 那個運觸界那個關係 就是要把它 有沒有 那一張錶 運觸界的關係 有沒有看到 這個都要經常去對一下 他 他 他不離開啦 這邊講了一大堆 就不離開這個錶啦 他 他雖然不離開這個錶 但是 他只是一個 總綱啊 就是 重點啊 重要的都在上面 但是詳細的話 那當然要看這些論點 品類族論啊 這些論 乃是維斯論啊 乃是維斯論啊 他講的心意識是 他是講什麼意思 心意識的心就是 心王 因為心意識他連在一起講啊 因為心有時候是 有時候指心王又是心所 那心意識如果連在一起 他指的就是心王喔 因為心王對因下來 是不是有個四韻 他對一下是有益處 有沒有 益處就包括 他六四還有第七四第八四嘛 所以心意識有沒有 那都是 都是單獨就指心王的意思 還有隨心形還有受想形相應的四句分別 這個也是有點複雜喔 隨心形非受相應 受相應不隨心形 這個我們之前好像有討論過喔 前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情況啦 你就是要去區分他到底是隨心王形 跟受心所相應 還是不跟受心所相應這樣子 去區分析啦 隨心形 就是說 他先針對受心所 還有隨心形跟受心所的關係 還有隨心形跟想心所 還有隨心形跟行心所 還有隨心形跟行心所 他之間的關係啦 再去做一個 有沒有 他最後一行不是講說 想相應行相應也是如是說嗎 你看這些論 論事的思維是多麼的縝密 有沒有 你看這一張表 你看這一張表 你大概就知道啦 他就是討論這個關係啦 隨心形就是 就是跟這個有關啦 他這個就是討論這個跟受 這個跟想 這個跟行之間 他之間他就是會有一種關係在啦 他就是在這邊分析啦 有沒有 隨心形就隨心往而行啊 就是跟這些 都有關係啊 有沒有 第七意識 第八意識跟前六四有關係 然後再跟受心所 或者再跟想心所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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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應的關係啦 這樣子 這個如果沒有修定的話 可能一般人 如果修定沒有修定的話 你光是光是在那邊 你可能還體會不到啦 你真正修定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體會得到啦 因為這個都很實際啊 有沒有 受就不是想就不是行啊 就不是隨心行啊 等等這些 你這個要修定你才會有 比較 比較 那種 直接的體 體驗啦 或者哇你 你光是在這邊排 排來排去的話 可能 當然 先先理解一下 也是需要的 大概是這樣 好十四 從有生見因 與生見作因等等的關係 哇這個 現在 現在已經 討論到見的部分 生見 生見就是我見嘛 這些關係 生見因 或者 以生見作因 不從生見因 不以生見作因 哇這個 也是 也是不容易理解 好 接著討論到四元與四元 有沒有四元就因緣 那個叫什麼 所緣緣 真上緣 這些嘛 因緣還有次第緣 所緣緣 真上緣 這四種 那這四元還有加上一個與 譬如說音緣 就多一個與音緣 那次第緣 又有與次第緣 好 所緣緣緣 又有一個與所緣緣 五六八頁有沒有 真上緣又有一個與真上緣 有沒有 我們看最後那個 是無色定 皆是真上緣 也是與真上緣 也是與真上緣 這個 也是論點有討論到那 論點怎麼講 有沒有 有沒有 角度二零七 幾真上緣 非有 真上等者 一切真上緣 亦有真上 一切真上緣還有 亦有真上 就還有加上與真上緣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 有點複雜 基本上不是講到 六因四元五果嗎 是不是 講到因緣果 因 有六因 有沒有 像這個作因 相應 因 都是屬於因 那緣就是這四元 那五種果 有沒有 等流果 真上果 藝術果這些嗎 藝術果這些嗎 五種果 這邊 又跟 四元 跟 與四元 他們之間的關係 好 最後 最後結 如是等 種種分別 四無色 如阿比 潘 這裡面就會提到 指中英廣說 那麼 那麼 再角柱 二零八 有沒有 關於 事無色定的法門 分別 參見 品類族論 卷十四 另外 還有一部論 叫 眾世分阿比 盤論 卷十 千聞論品 這邊就講得很仔細 應該 榮術菩薩應該幫我們整理出來 都是 這些論點裡面的重點 但是光這些重點 有沒有 你光看這些重點 你就能夠通達了嗎 你都真的是 也不容易嗎 就是說論主 榮術菩薩 他已經完全通達了 他只是把重要的 再 再幫我們提示一下 但是如果 我們要真正求得一個 通達的話 那 你就要把那些論找出來看 就像 像那個故事一樣 阿一王那弟弟的那個故事 你光 那個 光榮術菩薩這一小段 你就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嗎 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詳細的話 你就把它找出來 哇 那就 那就很清楚了嗎 包括那個阿一王的弟子 他過去生 過去生有什麼姻緣 他都幫你講得一清二楚的 有沒有 阿一王不是要殺他弟弟啦 他只是 只是 只是做一個方便 有沒有你看 比丘 比丘就問嘛 他說 為什麼阿一王的弟弟 他居然可以生在貴族 還有 居然不只生貴族 他是國王的弟弟嗎 是貴族嗎 而且他還可以成就阿羅漢 然後把你的過去 本身姻緣都講出來 因為過去九遠節 家瑟佛的時候 就供養生眾 供養很多生眾 以此福報得生貴族 他可能不只修這個功德啦 可能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功德啦 就是供養三寶 就可以生貴族 另外 不只是供養三寶 他還出家 一萬歲終修飯行 所以有這樣子的善姻緣 就可以成就阿羅漢 成就阿羅漢 就過去生中 也要 修福報 修飯行 修福修慧啦 這樣子 他也被鬼所殺 因為他過去是 有個屁之佛起司 就是說阿育王弟弟 他過去是一個獵人 他那時候有一尊屁之佛 他在屁之佛那邊 居然沒有人靠近 那些路什麼都沒有靠近 他就想說 這屁之佛 他的關係 讓他打不到 他沒辦法 裂殺那些路 什麼 他居然就把屁之佛給殺了 把頭給砍了 所以 阿育王的弟弟 因為他過去 砍了這個屁之佛 就躲到地獄裡面 無量劫受大苦惱 那最後 雖然 成就阿羅漢 也被鬼所 斬殺 這個故事也蠻有趣的 成就阿羅漢 他居然會被鬼所 所殺 這個業力真的不可思議 就是說我們看這個世間的像 有些人就你覺得 奇怪 他就是表現得這麼 中規中矩 他也不會去害人 他就是一般的人 他居然 他會遇到 很大的災難 譬如說被火燒死 或者被所淹死 等等 這可能都跟過去生有關 他這輩子雖然沒有招業 但是 過去生的業總是要 因緣成熟就受爆 是不是 所以看這個因緣果報 你不能只看 看現在世 你要三世 三世都跟三世有關 不是不報 石層未到 有些作惡多端的 有些作惡多端的 他居然有大福報 都沒什麼事 身體也健康 然後什麼都順利 他居然還可以作惡多端 那居然都沒事 但是 那就可能跟過去生 他造的 他修的善法有關 他現在都 他享受他過去生的這個 這個夜報 善夜的報 他這輩子做的惡夜 他張壓到下一生 乃至很多生之後 他才會受爆 是不是這樣 不能只看眼前的像 這個 這個因緣果報是 要三世關 而且這個夜 關於夜更是要怎麼樣 關夜的無至性空啊 有沒有 中論的關夜品 他教我們怎麼關那個夜 如幻如化如前踏薄成 就是佛 然後佛可以變化做一個人 那個變化人所造的夜 那也是如幻如化 佛所變化的是不是如幻如化 那個變化人所造的夜也是如幻如化 但是如幻如化你不能不壞 緣其有啊 你因緣會遇的時候 你還沒有解脫之前呢 就有可能受爆嘛 極大的可能性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 這個 事項上的燦還是蠻重要的 你有機會就參加一些 就去拜燦嘛 或者自己 自己也要 修這個 一些燦 就是自己要反省啊 自己要反省自己的故事 過去所造的夜 好 569夜 好 講完了深文的四無色 那就是大聖的四無色 磨合眼中四無色 雲和 達約與諸法十相共智慧行 是磨合眼中四無色 那深文就不用共智慧行嗎 深文應該比較偏向定 那大聖的話 更是強調這個慧 因為四無色的定是 定強慧弱 有沒有 他越往上定是越強 但是慧就相對就越弱 定慧均等是在 那個第四禪 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就是要特別要強調這個智慧的 這個重要嘛 所以他說要共智慧行 與諸法十相 共智慧行 何等是諸法十相 諸法 諸法 諸法自信空 就是緣起信空 緣起信空 就是這個自信 是沒有自信的啦 無自信 就是當體極空 就是諸法十相 諸法 諸法自信空 他這邊為什麼要重複 重複 重複一次 你就說諸法自信空就好了啊 為什麼要諸法諸法自信空 有沒有 金剛金是不是有個重複重複 大家送金剛金有沒有發現到 重複重複者 極非重複 佛說極非重複 世民重複 有沒有印象 那這邊也出現了 諸法諸法自信 那應該有他的道理啦 應該有他的道理 諸法 就是說前面那個諸法 就是諸法的十相啊 諸法十相就是諸法自信空 諸法自信空就是諸法十相啊 當這個在翻譯的時候 可能他覺得這樣子翻就可以了 所以他用這樣子翻 所以我們解讀可以這樣子看 前面指的是 就是十相 諸法就是十相 十相是怎麼來的 就是你要證得自信空 你要證得當體極空 你要證得遠己性空 你就可以證得諸法十相 問曰 諸法何何分別因緣故空 此無色中 言和空 誒 諸法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啦 那就是 因緣何何它才會有這個諸法 那你說無色那怎麼空呢 那你說無色那怎麼空呢 論者就說 色是眼見耳聞有沒有 耳聞聲也算在色法裡面啊 鼻鏽香那些香啊 味啦醋啦 這些都在色法裡面嘛 它是比較 粗顯的啦 粗略就比較顯的 能力空喔 那就是一樣 自不自信空 何況不可見 無對 不覺苦樂而不空 何況那個細 細的事情啊 所以你可以在 不可見 無有對 不可 不覺苦樂 這三 這三項把它圈起來 然後上面寫一個細事 出事都空了 你細事不空 是不是 有沒有 細事 它更是空啊 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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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應該要空了 複製 色法分別乃至為神 人皆散滅歸空 第二個理由就是說 你這個色法 你分析到最後 那個微塵好了 它也是散滅 也是歸 歸 歸空啊 那麼 心 心所法 哇 那日月十節 虛與寝 一念中 是不是一直在變 你每天 每天所想的 是不是不一樣 每月所想的 還有十節 每個季節也好 想的事情也不一樣 乃至虛與寝 就很短很短的時間 乃至一念 那就一剎那 一剎那念 當中也是 自信不可得 是什麼不可得 就是自信不可得嗎 它才會變化 是不是 那既然是自信不可得 它不 它不 有自信 它怎麼 不空呢 四明是無色的定義 如是等略說是無色 好 接著就是下一卷 八倍捨一 這一卷好像有 兩個部分 一個是講八倍捨 一個是講 五百八十九頁的八念 如果要 要 有事情的可以 可以先走 不用 不用不好意思 我們就大概在 在五分鐘 六分鐘 有事情的可以先離開 好 八倍捨是這八種定法的第五個 有沒有 前面是不是講了四個 三餐內 四禪 四無量 四無色 四無色 定 這四個嘛 接著第五個 八倍捨 就是 八卸托啦 或者叫八卸托 那麼倍的是背什麼 捨的又是什麼 它底下會有解釋啦 有沒有 四明這邊 背就是要 要 背離 這個 淨結的五欲啦 那 捨是什麼 捨要捨離 這個貪著的心啦 簡單講就是 背欲捨著啦 你要背 背 背離五欲 要捨 捨你的貪著心 執著心 是不是 你如果沒有 沒有背離 你沒有要捨離 五欲 要捨離 貪著心 你怎麼得定呢 你不可能得定啊 你就在五欲裡面打滾 你怎麼得定 這都是定啊 八倍捨 也是一種定法 八倍捨者 內有色想 可以加一個想 外意觀色 就是內有色想觀外色 得解脫 然後就可以得解脫 這個叫出貝捨 內無色想觀 外色得解脫 就是第二貝捨 那麼 第三貝捨是什麼 靜貝捨 身作正 就是說 出貝捨 第二貝捨都是不靜觀啊 那第三貝捨 就是靜觀 他就是 比較相對清淨的觀啊 那什麼又是身作正 這個就要看五百七十三頁 五百七十三頁 上面那個 小 瓜胡溪有沒有 市民那邊 圓淨 就是說我們所圓的是清淨的設法 這個叫靜貝捨 那如果假設你所圓的是不靜 就不靜觀嘛 所以圓淨就靜貝捨 那麼這個靜貝捨會出現什麼情況 他會片身受熱 所以稱作深症 深症的意思就是 你修這個 修到這個程度可以片身受熱 所以叫深症 他用深症來說明 得是心熱 背捨五欲 不負喜樂 才叫背捨 就是說他過程當中會片身受熱 但是進一步呢 就不負喜樂了啦 因為你要求解脫的話 你要 要超越啊 超越這些喜樂嘛 另外是不是三個 另外還有五個啊 另外五個就是 四無色定跟滅獸想定 那加起來就八倍色 所以我們應該先看一下後面那個總表啦 五百九的九頁 有沒有 八倍色就八卸脫 還有八勝處 十片處就十一切處 還有九次地定的關係 有沒有 還有四禪 這個幾種定法 這樣排起來不就是有 五種 這五種定法之間的關係啦 有沒有四禪的出禪二禪 它對應過來的是八勝處的前四個 八卸脫的前兩個 九次地定就一樣嘛 那麼八勝處的前兩個就對應八卸脫的第一個 八勝處的第三個第四個就對應八卸脫八倍色的第二個 有沒有 那麼三禪對應過來呢 那也沒有十片處 也沒有八勝處 也沒有八卸脫 那四禪對應過來的就是十片處的前八個 地水佛風四個遍處 還有青黃赤白四個遍處就八個嘛 那空遍處就是對應空五遍處定 四遍處就對應四五遍處定嘛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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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八勝處的後面四個 也是禁 禁 那個 禁關嘛 禁洩脫 就是 內無色想 關青黃赤白這四個 那對應的不就是十片處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五六七八 還有 對應八卸脫的第三個禁解脫 深作症嘛 有沒有 那 那空遍處就 跟四遍處就對應八卸脫的 第四第五的 空五遍處卸脫 四五遍處卸脫 那接下來就有無所有處卸脫 不一想不一想出卸脫 還有最後 滅受想 卸脫 這樣子 這上次好像有印那個表給大家嘛 大家可以對一下 好 我們回到五百七十頁 有沒有 那就解釋為什麼叫貝舌 這個 總的說就是要被捨五遇跟執著啦 或者五遇的執著也可以啦 被捨五遇的執著 才能夠達到卸脫啦 所以大家八被捨比較從陰的部分來看 那麼八卸都就是比較從果的角度來看啦 好 另外個別的解釋 這邊 我們下次再繼續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 就 一起回鄉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看得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去查一下資料 這邊都有幫我們 幫我們點出來 可以去從哪邊找 那就稍微查一下 應該就會更清楚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一起回鄉 願意使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借功成無道 小姐 看到你 你這個什麼 沒問題 我答應 como 我教學 好 看到人 我們 是 我們 出舉了 masculinity